我最近就上了这个净水器的课程 今天老师谈一下环境污染的课题 如果你们对这个课题 关注的话那是最好了 因为我们的环境真的是越来越糟糕 你看最近那种大风大雨 突然间又下大雨 突然间又哪里有淹水 突然间哪里有地线 山洪等等 突然间突然间来的 你知道这个都是因为 我们的环境破坏所造成的后果 太开心的就是我们现在全世界 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已经把这个塑料 这个plastic袋已经变成不要再提供 不要再提供 你看这家里shopping center 你真的是要的话 他要用钱买了 你就会减少那个用量 那么好像我在家 我也是有分类我的这个垃圾的 plastic塑胶袋 我们有装在另外一个袋子 让他们回收 可以感觉到 那个塑胶袋是蛮多的你知道吗 就如果没有控制的话 我跟你讲 更严重 更严重 因为我们毫无控制 动不动就哪个袋子来装 对不动哪个袋子来装 对吗 所以就原来是那么严重的 严重到什么程度 老师在这里跟你分享一下 我最近就上了一个净水器的课程 净水器的课程 这个跟我们分享的这个人他本身有药剂师的背景 他也分享到让我很感动 为什么呢 因为他提到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污染盐 有一个东西叫做微塑料 微塑料 塑胎 塑胶瓶 这个矿泉洗涡瓶 种种的塑料 因为他不能够不能容易分解 他不能够那个细胶不能够分解他的 他就变成小粒小粒 小粒他从一大片破了 然后变成一个中型的形状 然后慢慢就变成越来越小 然后变成微粒 微粒这个塑胶 他在我们的大环境里面 实在太多了 因为我们用的塑料太多了对不对 所以他在我们的地球 无所不在 他越小就越恐怖 我们不懂你知道吗 你没有去上课 你真的是不懂这回事的 因为我们没有用我们的肉眼看到 肉眼看到的你就知道了 肉眼看不到 你都根本没有不以为然 对吧 所以这个微塑料 他真的小到你眼睛看不到的 你感觉不到的 你摸也摸不到他的 那么就在那个泥土里面 然后下雨的时候 就跟着雨水冲 这个流 流去哪里 当然流去河流 对不对 我们很多人万万没有想到 包括黄老师也没有想到的 真的没有想到的 他流到河流里面 然后呢 我们要喝水的水就从哪里来了 当然是从河流的水收集起来的 再加上水坝 水坝的水从哪里 就天上掉下来 对不对 他天上掉下来 也是从别的地方一直流流流收集在一起的 对不对 然后 水坝呢 水坝呢 就处理这个传统的污染源 就是泥土 泥浆 比较大的碎片等等这些东西 然后把这个东西给过滤清洁之后 然后你要记得我们的滤水站的设施 也是很有历史性的 都是很多都很有历史性的 然后呢 我们的污染源越变越小 所以有些东西是不能够完整的 不能够完整的 处理的完全的 你不可以要求完美 然后呢 这个我知道水坝其实是这样子了 所以如果有这个 什么Bacteria什么东西 他们是怎样处理呢 这个菌类啊 他们就用这个Clorine Clorine来杀菌嘛 Clorine是出名比较经济实惠的杀菌方法啦 经济实惠的 然后他还有叫做Bleaching嘛 漂白作用 所以我以前教过游泳啊 所以对这个东西我很清楚啊 我教游泳啊 我的泳池呢 它并不是很大 这个住家式的 然后每个人游泳 闻了之后 那个水就蒙了 蒙了 蒙了 因为有每个人的这个 污垢啊等等 然后晚上我要 要收工的时候呢 就拿那个 那个Clorine啊 两勺子这样倒下去啊 那么那个 那个水泵呢 会打那个水 一直循环啊 然后呢 他就一直去清洗那个水了 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啊 那个水是清澈的 我们叫Crystal Clear Crystal Clear啊 所以我常常 以前不懂的时候 我也是讲 这游泳池的水 几十换一次啊 多久换一次啊 一次没有换啊 我跟你讲 这个是泳池的水 那汽水池的水呢 他们用Clorine呢 就是这个道理了 因为 有些先进国家 他们已经改换了设备啊 比较先进啊 他们要投资更多的钱 我们的国家也注目在改变啊 OK 好了 那么回来 我们讲这个污染源的 这个Micro Plastic啊 所以我们的水源里面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那我最近啊 我就放了一个净水器的示范 你们去看啊 我们把那个水变成一些红色 放些颜色素进去 其实这个颜色素呢 你眼睛看是红色吗 你用手摸也没有感觉了 对吧 当它很浓的时候 你看到红色 好了 我就开于那个水的时候啊 那个做示范 那红色的水 就从那个水喉这样出来 那各位 如果你看到那个水是红色的 你肯定不会喝的啦 你连来冲凉你都不敢了 那不用讲啊 来喝 或者来洗衣服 弄脏你的衣服就有 那我们的自来水啊 通常啊 都会在一年最少都有 不少次啦 你会发现到 那个水啊 像那个猪鼓力射下的 不是生 不是甜 对吧 你看有很多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细水池的 就宣布啊 我们的这个停止供应的水 因为水源被严重污染 发现了不安全饮用 这是什么呢 我告诉你啊 那个水源被他们发现到的时候啊 他们觉得他们测试不安全 所以他们停止啊 在他没有停止之前啊 我问你啊 那个污染的水有没有到那个水口馆 流到你的这个家附近的 汤器呢 吸水池呢 一定有的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你过多或少你也是会 喝了一些对吗 当然啦 你喝一点点不会马上有什么问题的 对吧 严重啊 如果是马上有问题是很严重的 很严重啊 所以 这是水池级的任务了 那各位我们要做些什么的 扮演什么决事呢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我们先自己本身减少用塑料 哎 你知道吗 我上课的时候呢 他们讲啊 那个矿泉水壶的 化碎罐哦 里面都有很多微塑料的 奇怪哦 我不能够解析给你听啊 你要问那种专家 真的有那个报告的 你知道吗 而且啊 我们马来西亚啊 是全世界啊 百多个国家里面哦 那个微塑料 在这个自来水里面哦 是属于第一名的 第一名最高的 你知道吗 下来是 印尼 再下来是泰国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课题 的哦 然后呢 记者啊 现在我们的这个母乳里面啊 他们去验啊 验出来哦 里面都有微塑料啊 母乳你知道吗 就是母亲的奶哦 奶水哦 里面都有微塑料 听说吗 啊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个东西 它是不能够分解的啊 所以当我们喝的水啊 吃的食物啊 里面有这个微塑料的话呢 那么进到母体里面呢 它在这个身体里面呢 还是留住的 那啊 所以呃 现在的人的健康啊 呃 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都没有答案的哦 当你发生事情的时候 还是氧气氧感染啊 什么啊 什么东西 你都不能够没有答案的 所以你看到那个我们的马来西亚 这些研究当局哦 也有些大学啊 他们有去研究啊 像雪兰额呢 那些他们的水啊 他们有去试啊 哇 他们的微塑料是很高 有报告的 呃 如果你想了解这个的话呢 呃 你问 有发展MWY神医的领导人啊 啊 他们可以找那个资料给你看 啊 真的 所以 呃 第一就是我们不要 啊 滥用 塑料产品了 啊 啊 减少这个废料咯 第二呢 就是你能够的话呢 在你家装力台这个呃 能够进化过滤这种微塑料的净水器 啊 我不知道市场上还有什么牌子可以做到这一点 不过MWY刚刚推出的这个E-Spring呢 他是能够做到这一点 有报告的哦 有这个呃 报告了 所以 当这个呢 我们做做什么呢 有人说哎呀 你这里家里喝呃 过滤清洁 你去外面过滤 没有过滤也不是一样 对 绝对没错 啊 你讲的是对的 呃 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啊 我们 不能够避免很多种很多种对我们人体有伤害的 呃 健康有伤害的这个 物体啊 污染啊 等等 包括空气啊 等等 对不对 哦 你就算你在你家里用空气机的话 你去外面没有啊 对不对 但是呢 你一定要明白一样东西就是啊 我们能够减少 我们能够通过家里有一台好的优质的净水器 他可以证明可以过滤这个萎缩料的就代表说至少呢你在家里喝的水吃的饭啊用这个水煮煮煮煮的话喝的汤的话你带出门带去办公室喝的水没有这个萎缩料你就减少很多了你知道吗他报告啊他说啊我们每一个月啊总共啊一个人平均哦吃进身体的萎缩料哦15g的 15g你知道吗15g一个月啊10个月就150g的啊10年就1.5kg 你吃plastic的你的身体里面有1.5kg的10年如果你30岁的话你3咯4.5kg 慢点我们就变plastic人咯 你去寻找这个资料啊现在已经有公开的资料你可以看的啊你都可以找到啊或者先你想了解更多啊啊你也可以执行啊或者联络黄老师我也可以给你一些资料看的OK OK 所以啊这个就是关于啊这个其中一部分的这个污染啊啊各位真的 不然啊很多时候是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啊我们自己有责任啊啊那天那个药剂师他在在给我们讲解的时候我才问哎你们家里面有没有吃药的啊有没有人没有啊有吃药的啊大部分都有啦什么药伤药药啊这个什么什么药什么啊止痛药啊高血药要糖药病药病药病药什么肥药都有啦对不对啊然后啊有些人就是这种习惯嘛就是好了就是那个 药啊就是丢进垃圾桶去了对不对啊吃不完的药就丢进那里丢进垃圾桶啊哪里有哪里有哪里有可能拿回去那个药的回收厂啊什么哪里有没有啊对不对啊就丢了啊你丢了之后垃圾桶的垃圾那收垃圾的人有没有啊这个是药啊拿出来啊这样啊有吗没有啦你是丢在一堆啊跟到饭啊什么堆东西缠在一起的嘛对不对啊然后呢他就是这个在垃圾车你知道我们在垃圾车就一收了就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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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就载到垃圾桶就丢一堆在那里咯下雨的时候咧那边雨水一淋下去的话当然啊那个药已经涌了不是流进那个泥土里面咯对吗啊那就流进隔壁岩啊流进隔壁的水沟啊流进大河啊对吧啊那些农古农菜的时候那个菜又吃一点这个高血压的药吃一点这个糖尿病的药吃一点病原啊啊啊啊那个水谷啊那蔬菜里面都有的啊所以就看你lucky不lucky咯你lucky的话你也是吃到一些啊对啊OK 啊所以这个就是啊我们要啊尽量懂的去啊帮助啊保护这个环境啊减少这个我们的这个啊环境被污染这些动作啊OK 谢谢各位今天呢我们啊要啊大家一起去首先也是真的这个很重要大家要去提醒大家家里一定要有一台优质的净水器啦啊优质的净水器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关于这个emway的eSpring净水器好的 记得啊如果你家还没有安装一台净水器的话想尽办法啊不要先装那种其他的设备给你凉给你爽的东西呢都保护不了你的生命啊净水器能够净化这种啊尤其是microplastic的它可以保护你和你的家人的健康OK必须要优先考虑的这个家庭用具啊如果你要搬新家啊啊或者是你的朋友要搬新家你们准备送礼的话呢 啊你们可以啊几个人一起分享买也是可以的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idea啊因为这个很实际啊啊每天要用那如果你家已经装了一台这个净水器的话啊你就check一下了了解一下你那台净水器是可以过滤这个microplastic嘛因为现在这个任门话题大家懂你知道了如果能够的话呢啊你的净水器如果做不到这点的话 我建议你尽快可以换掉了尽快换掉因为啊我们人体的健康是不能够这样容易换的啊OK啊现在如果是你用啊几千块你就可以保住全家人的这个健康的话是值得投资啊值得投资啊比一台啊优质的电话的价钱还便宜啊哈哈哈OK好了今天老师就和大家聊这个环境污染到这里希望大家继续follow我的黄老师给老师love like love like如果你喜欢老师的这个直播的节目 老师会继续和大家分享吃喝玩乐悠山玩水还有赚钱的机会啊还有amway的产品知识啊发展生意的这些这些知识OK好了拜拜